歡迎收看東京走的橋 我是瑋恩 今天我們要帶大家到愛知縣的豐田市 進行四日遊的行程啦 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後面的這個 就是鳴谷屋車站囉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從鳴谷屋車站 搭車前往豐田市 愛知縣是台灣人心目中日本旅遊排行第六名的熱門區域 除了鳴谷屋熱田神宮犬山城之外 東橋本次要帶大家到距離鳴谷屋一個小時的豐田市 進行深度旅遊 好那我們現在會帶大家從地下田的鳴谷屋站 一路坐到 赤池之後可以看到這邊接鳴谷的豐田線 然後我們再從赤池這邊 一路坐到780元車值的豐田市就到了 首先這邊有繁體中文的選項 馬上為你選擇豐田線 好買選這一個 然後記得要選鳴鐵聯運豐田線 然後車值是780元 我們今天要住的飯店呢 就在車站可以看到的地方 這一棟啦 好那我們正式抵達豐田市囉 好我們的飯店真的超方便 有從車站連接的那個 路橋就可以走過去啦 那我們今天 住的飯店是 明鐵 Toyota Hotel 我們到房間啦 快速幫大家開箱 我們今天的房間有upgrade 所以還蠻大的 有一張看起來超大的雙人床 然後有一張工作桌 跟一個小小的 小沙發 然後從這邊呢看出去就可以看到車站啦 因為剛剛也有講嘛 這家飯店呢是跟車站 基本上算是蓋在一起的 所以非常的方便 我們住的飯店啊 在這邊 然後它連著的商業設施 其實也有蠻多 包含像餐廳啊 藥妝店啊 商場等等 所以還蠻方便 一樓這邊啊 就也有超市可以逛喔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帶大家在 豐田市車站 附近 晃晃 我們從車站啊 走路應該大概10分鐘以內 然後現在可以看到我後面這個 算是這邊非常指標性的一個建築物 叫做豐田大橋 然後在旁邊一點點的呢 是Toyota Stadium 那我們現在就是帶大家散步過去 然後看看橋上的風景吧 我們現在散步回到豐田市 車站的東口啦 然後在這邊呢 要來幫大家介紹一下 在豐田市這邊呢 比較常見的就是搭 巴士的方式 那主要呢 就會是在車站東口的巴士站 好 我們從車站 剛剛搭手機下來 然後東口出來之後呢 基本上 往前走 左轉 就來到巴士站啦 可以看到這邊已經有蠻多人在上車囉 好 那我們巴士這邊呢 比較熱門的是 在遊客常用的是這個 1號的停 等車的地方 然後大家比較常搭的是這個 小園豐田線 然後還有這個 明鐵的 可以做到 香蘭溪的 這兩條線是比較常用的 我們現在呢 要來吃一家 就位在車站旁邊的 可樂餅的名店 叫做松杖 那它這邊的特色呢 就是它有 那個 加了雞肉進去喔 因為通常一般來講呢 應該會是加牛肉 本店創立於昭和29年 店內小小的 但是 炸物的種類很多 除了可樂餅 也有炸雞 炸肉餅等等 得到現炸一枚 好 我們已經買好了 它那個特色的 雞肉的可樂餅 我們來試吃一下吧 真的還蠻好吃的 因為它這個 皮啊 炸得非常的酥脆 然後咬下去 都有那種 卡滋卡滋的聲音 然後再加上裡面的 那個馬鈴薯啊 很濃郁 然後還有一點 淡淡的那個 咖哩的香味 非常的開胃 我們現在來到了 車站西口的 T-Face 它也是一個 商業設施 有兩棟連在一起 那我們今天的晚餐呢 就會在 T-Face的樓上吃 Beer Garden 啤酒花園啦 Beer Garden的文化 最早源自德國 而日本特色的 啤酒花園 則常見於 百貨公司 頂樓 好 因為呢 像台灣啊 比較沒有這個 Beer Garden的文化 然後我就簡單 幫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這邊 Beer Garden的 組成吧 你看 像這個場地呢 本身就還蠻大的 可以看到 這裡是日本 最大的 頂樓 Beer Garden 有1200個座位 是採取 吃到飽 跟無限 很暢飲的形態 飲料包含 五酒精與酒精飲料 從各種 嗨波乳道 沙瓦 燒酌 紅白酒都有 當然 格式啤酒的唱飲 是必備的啦 好 這樣就完成囉 倒得超漂亮的 好 可以看到大家這個 烤肉的氛圍 非常的歡樂 熟食類的包含 串燒鐵板料理類 雞塊 炸肉餅 炸魚 等等各式炸物 煮物 肉類的各式 調味厚牛舌 牛肉 豬肉 雞肉 等等 各種小菜 甜點 總之 超豐富 好了跟大家講一下 那個 費用的方案 基本上呢 4000元 剛剛介紹的就是 所有的飲料啊 酒精飲料 然後還有熟食生食 超烤之類的東西 都是可以 吃到飽 盡情取用的 另外呢 大家也要記得啊 如果有來吃這種 吃到飽的 Beer Garden 等等的啊 記得千萬不要剩東西喔 如果你有剩太多東西的話 會需要 追加料金 意思就是呢 要罰錢啦 大家吃東西的時候 要記得不要拿太多喔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肉啊 就是我剛剛講的 5000塊的套餐 台灣才有最佳的 然後包含有牛五花 鯉雞肉 然後有橫隔膜 牛腸 然後還有大家 台灣人最愛的牛舌啦 那我們等一下就在這上面 烤的滋滋作響 配啤酒喝囉 那像這個 Beer Garden 這種東西呢 它比較是一種 夏季限定的氣氛啦 每年大概就是 6月到9月左右 營業時間會有所調整 那這裡的特色呢 就是可以大家 大家在這邊 然後跟自己的親朋好友一起烤肉 然後有無限倡飲的酒精飲料 享受一個夏日的氛圍啦 熱了一整天 好爽喔 嗨 大家好 我們已經 吃完晚餐 準備要來休息囉 明天還有一整天 精彩的精彩要介紹給大家 那我們就明天見啦 掰掰 嗨 大家早 我現在呢 人在飯店的早餐啦 是這邊 六樓的餐廳 可以看到六樓這邊的景觀啦 非常的好 因為像昨天講的嘛 就是我們的飯店基本上 是在車站的附近 所以呢就可以看到 車站這邊的景色 一覽無遺 我在這邊吃早餐 感覺應該還不錯 然後我現在要去拿飯啦 這邊有一個很漂亮的 百年紅茶的茶包 然後也有綠茶跟玄米茶 麵包區 然後這邊有一個比較有特色 是明鐵自製的麵包 自製的胖 我們來喝一下 我剛剛有拿那個 百年的紅茶 它剛剛已經泡了大概有超過五分鐘以上吧 可是喝起來完全不苦澀 有那個茶香啊 然後還有一點回甘的感覺 超好喝的 嗨大家 我們現在來到我們今天的第一站 香蘭西啦 然後呢如果大家是搭乘巴士的話呢 就可以從我們昨天介紹的地方 然後搭乘巴士到香蘭西這站下車 好我們大概才走了五分鐘而已吧 就來到香蘭西有名的賞風的景點啦 然後其實在我後面這一片現在啊 綠綠黃黃的葉子 全部都是楓葉喔 我們現在在的這一座紅色的橋啊 我們現在在的這一座紅色的橋啊 是戴月橋 那它也是這邊在風紅的時候必拍的 一座橋 那不管你是在橋上 拍過來啊 或者是在 橋的另外一頭有一個 拍照的景點啊 拍過來 就是 景色啊 都非常的好看喔 這個 橋上這邊走下去 然後往我們這個方向 拍過來 就可以拍到 橋本身 然後還有 楓葉啦 香雞寺 建於1427年 是香蘭西這裡的 賞風名所之一 香雞寺 這邊的繪碼 香雞寺這邊的繪碼 還蠻有趣的 是用 工業的形狀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它的 繪碼有不同的顏色 那它就是會根據季節啊 葉子的變換來變顏色 所以呢 接近秋天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風紅啦 我們剛剛逛完了香雞寺之後呢 接下來要帶大家到這邊 一個非常特別的三州族駐屋服裡面 參觀一下 好 那它這個地方呢 一進來 大家就可以看到 有牛牛 好是因為呢 這裡呢 主要是在訪啊 昭和時期的時候呢 在山上的 日本人的生活 所以呢 這邊的小屋裡面 集結了很多 像剛剛看到的 牛啊 然後呢 有做就是 像木鞋 然後 雨傘 然後做炭 等等 就是把 在 昭和初期的 山上農家的生活啊 完整的重現 首先要來體驗的 是用織布機 製作杯墊 一次試30分鐘 費用1500元 老師講解得很清楚 也很有耐心 是連小朋友 也可以輕鬆完成的程度 出國體驗手作 真的是蠻療癒的 耶 我的這個三塊杯墊 做好啦 畢竟千辛萬苦 我覺得這次體驗 還蠻好玩的 很有趣 推薦大家來試試看 中餐我們就在附近的 快茶屋吃飯 好 我們的午餐來囉 今天中午吃的是 快目定食 這個套餐呢 是1250元 然後可以看到 首先呢 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 最有特色的五瓶餅啊 它的比例 有沒有 非常的大 然後這也是我第一次吃 等一下要介紹給大家 然後除此之外呢 還有一個 麵池 那你可以選 冷的熱的烏龍麵 然後或者是 蕎麥麵 然後我今天選的是 冷的蕎麥麵 另外還有一個 烤香魚 然後跟一些 日式的 煮物包含 蒟蒻啦 然後蘿蔔等等的 好 那我們首先就要先來吃吃這個特色的五瓶餅啦 好那這個東西呢 它其實就是 味噌醬 裹在上面 然後烤糯米 就有點類似烤麻糬啦 然後它是一種 就是日本的傳統食品 然後是 起源於中部地區 大概江戶時代就有了 我們來試試看看吧 它的這個味噌醬啊 味道很足夠 就是 很鹹之外 然後也帶有一點甜味 然後剛剛有詢問店家 他說他們也有加入薑啊 等等的 所以吃起來其實 味道還蠻多層次的 然後它裡面的這個 糯米啊 其實不像麻糬 它其實還是保有一點 顆粒的口感 所以吃起來就是 醬配飯 還蠻下飯的 還不錯 那接下來我們來 試吃一下 烤香魚好了 那我就 直接這樣 咬一口 咬一口 它麵皮烤得很脆 然後呢 香魚啊 大家應該知道 就是它 肚子的這個部分啊 以前我阿嬤最喜歡吃 然後他就說這個是 口感口感 對它就是 苦中 但是帶有一點點 甜味跟魚的那種鮮味 好吃 好冰好Q 哇 好消暑喔 很清爽 好吃 好這裡就是我們 下一個體驗做 拆杏刀的 鍛造屋啦 我們今天的順序就是 會把這個釘子 然後依照這幾個階段 然後做成一把拆杏刀 我們要先 穿上這個 打鐵圍裙 哇 哇釘子燒的 整個 紅 變紅了 好 那我們來打鐵啦 哇 人生第一次打鐵 它外面有一些那種 都已經整個 冷卻的還蠻快的 我們剛剛經過五次的鍛造呢 可以看到它已經從原本釘子的粗度變成薄薄的拆杏刀的厚度啦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要把那個手柄的部分轉成螺旋狀 好 好 我們就扭轉它 哇 好 再一次 這個 可能 要平常要健身 啊 我是可以扭轉鋼鐵的男人 我們就把這個 從原本這個圓圓的釘子 然後把它做成了這個扁扁 然後下面帶有螺旋的拆信刀啦 然後上面還有打了一個足柱的烙印喔 好這個刀面的部分拋光完 就變成我們平常手機看到的那種金屬的色澤 好那我們最後一關就是要來測試一下 剛剛的那個拆信刀封不封力啦 好順暢 好最後我們就收刀入鞘 製作完成啦 我們走了一整天 然後呢又打鐵 又做那個織布 已經很累了 所以接下來下一站呢 我們就在這個園區旁邊的 炭燒咖啡煎箱子 然後休息一下喝杯咖啡吧 然後那這個咖啡廳呢 它有戶外的座位區 秋天的時候啊大家就可以坐在這邊喝咖啡 然後一邊看這個有枫葉的景色啦 這裡的特色就是炭燒咖啡啦 然後可以看到它的烘焙的機器就在這邊 然後它的炭就在這邊 好啦 我已經買好這邊有名的炭燒咖啡 然後呢也找了一個可以直接看到就是香蘭溪這邊 枫葉的景色這樣 雖然現在沒有枫葉啦 對但是這邊應該算是最好的位置啦 然後呢 離開香蘭溪走路大約15分鐘 就來到了足柱老街 足柱老街保留了江戶時代的建築群 也是愛知縣首個國家重要傳統建築群保存區 我們這個老街散步的途中啊 會經過一家書店 然後這個旁邊呢 有一條小小的巷子 是大家喜歡拍照的地方 帶大家去看看 這條萬嶺小路是老街的人氣拍照景點 白色尤其與黑色的板壁 形成強烈的復古風格 那我們老街這邊呢 還有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舊田口家住宅 然後它也是一個老宅所改建的 目前是這邊的觀光的安內所 然後這個老宅呢 之前是加油站的關係 所以這邊有一個殼牌石油的蓋子 這個地方啊 給人的那種歷史感真的是滿濃厚的 像我現在做的這個地方啊 就還聞得到那種以前那種 木頭 舊房子那種木頭的味道 我覺得這邊整個老街營造出來的那種歷史的氛圍 真的是滿不錯 在這邊散散步 滿興趣的 好那我們現在的老街之旅呢 來到的這一家是日月最終餅 這家店的歷史已經非常悠久了 那當然來到日月最終餅 就要吃它的日月最終餅啦 好它有小小的一個比例大概是這樣 外層呢是很像那種平常吃的餅乾 然後上面有寫日月 這個最終餅啊 它的外層就是那種很脆很脆的餅乾 它裡面比較不一樣的是呢 一般是紅豆餡 那它這個是叫白豆餡的 我剛剛查了一下 是用一種叫做白腰豆的豆子下去做的內餡 然後它吃起來呢 有另外一股香氣 然後跟紅豆的那種甜比較不一樣 沒有那麼甜膩 好我們老街之旅的最後一站呢 要帶大家來逛的是這個 舊林木家住宅啦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有寫一個紙屋 這個是這一棟舊宅的屋號 好那這邊呢 主要是會在週五週六跟週日的時候開放 我們進來看到這個第一個部分呢 是這裡的祖屋 那其實這邊呢 總共有十六棟的重要文化財 但是呢 目前只有祖屋這邊有開放 那是因為呢 其他的剩下的呢 目前都可以看到在那邊 是在公室 也就是在維修中啦 另外呢 大家可以看到啊 這個林木家的舊的住宅呢 它是有大概有兩百多年的歷史 然後剛剛有提到嘛 因為它是重要文化財 那因為林木家呢 也是這個 算是當地的 名門望族啦 就是他們家以前一開始是做麥子的 然後後來呢 也有做過味噌啊 然後金融業 所以算是一個望族所留下來的房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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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 我們剛剛大概坐了一個小時的車程 然後現在回到了豐田市車站這邊啦 那我們今天呢 要換一家飯店是Hotel Toyota Castle 那我們現在去Check-in囉 我們上來到今天的房間啦 來幫大家開箱 左手邊是一個還蠻大的衣帽間 右手邊就是廁所加浴室啦 這廁所也還蠻大的 今天住的房間跟昨天的一樣也是都還蠻大的 有一張應該是家大的雙人床 我們今天的行程差不多啦 那現在大概是下午的五點半 我們要在飯店附近走路大概十分鐘以內的居酒屋 吃晚餐囉 我們今天用餐的包廂 很精緻 有很時尚的氛圍喔 哇 上來的第一道就是我人生看過最豪華的綜合生魚片 好 首先大家應該都有看到這個顏色吧 沒錯 這個是來自三重縣的鮪魚大腹 對長得像豬肉的 然後這邊呢有鮪魚中腹 然後另外這邊呢還有鵝肝嗎 然後比目魚 然後中間這一整隻的是豬夾魚 那另外也有螃蟹啊等等 那就是看起來非常新鮮非常好吃的生魚片啦 那理論上應該是要從白生魚開始吃啦 但是我覺得呢 我第一口為了避免邊際效益遞減 好我要先吃這個 大家最愛的 哇 這個 這個油脂 ヤバイ 好 這個油脂 我覺得分佈得非常好 它雖然很油很油 但是我覺得 魚油的好處就是它會在你嘴巴裡面化開 但是不會讓你覺得很膩 因為它的那個肉質的鮮味啊 就是非常的鹹甜 超好吃的 我們下一個來試試看 這個安甘好了 這個顏色看起來也是非常的漂亮 其實好吃的生魚片啊 你大概入口的 那一兩秒你就大概知道了 就是 因為有一些生魚片它冷凍很久 就會覺得肉質沒有那麼新鮮Q彈之外 咬起來會有一點水水爛爛的 對但是新鮮的生魚片的話 就是除了可以吃得到魚肉的鮮甜之外啊 它的那個 我覺得肉質還會透出一種很溫潤的口感 對非常的好吃 哇 這道是蟹黃的炸可樂餅 你看到下面那個泥狀物啊 就是蟹黃啊 哇 看起來超誘人 哇好燙 好燙 等一下 放鬆四股 好燙 它裡面的那個Cream 就是 吃起來口感很濃稠 很好吃 然後再加上那個蟹黃的那個鮮味啊 然後就可以點綴一下這個炸物 那很不錯 好燙 YO 回房間啦 等一下洗澡 工作一下 準備要睡覺囉 最後帶大家看一下 晚上的豐田市的夜景啦